古人的残忍超出你想象,我国发掘的最大墓穴,秦景公墓竟然发现了186具活人的尸体,由此也揭开了我国古代陪葬制度的残忍,以及其背后血淋淋的真相,只要谈到墓葬话题,就绕不开我国的活人殉葬制度,这是一个可怕的陋习,因其丧命的人不可胜数。 那么殉葬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?殉葬又大体是什么样子的?殉葬制度背后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?殉葬制度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沿袭的一项残酷习俗。 最早起源于商代,君主和贵族在葬礼中杀死活人为墓主陪葬,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残忍野蛮行径,在河南省安阳市附近的殷墟,侯家庄西北港的一处大型墓坑内,考古学家发现了总共高达91具之多的陪葬人类骸骨,虽然之后的帝王动辄就让成千上万的陪葬,似乎这不足百人的数字不算太过分, 但商周时期生产力低下,而且战争频繁,使得人口相对稀少,这让百人殉葬在当时也具有极高规格,商朝使人们相信,人死以后,灵魂会进入不同的世界并生活在那里。 活人为他们修建的墓穴,就是这些死去的灵魂在那里的住所,奴隶主贵族死后,也依旧是比其他人更为高贵的奴隶主贵族,无论生前还是死后,都必须有时刻能够为其所奴役,满足其各种遗旨气使的奴隶,这种是死如是生,是王如是存的封建迷信思想,奠定了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殉葬制度的基础,时间来到春秋战国时期, 人殉的习俗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淡去,反而愈演愈烈了,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终究有记载,秦穆公死后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,也就是说有一百七十七个人为他陪葬,秦穆公在死前就有明确的意愿,要求他的臣子们在自己死后为自己殉葬,一次宴请群臣的时候,趁着所有人都在喝酒的兴头上时,秦穆公发话了,你我几人君臣一场, 现在活着的时候我做到了有了同享,死了以后你们也要与寡人有苦同受啊,当时朝中的三位重臣,衍熙,重刑和真虎,不知道是真的死心塌地忠于秦穆公,还是说由于喝了太多酒,竟然当场表态说,我们三人心甘情愿,无论是生是死,都要永远追随主公您呢,秦穆公死后,三人果真跟着一起进了坟墓, 三位贤人死后,秦国失去了缔造了秦穆霸业的古宫之臣,自然也衰落了好一段时间,而这种要求自己的大臣和后宫殉葬的要求,并不是秦人一家的想法,齐桓公将小白被属雕,义牙和启方三个奸臣所害,到埋葬之时身上已经生了蛆虫,臭不可闻,但他的墓穴里 依旧有着不少为他陪葬的活人,秦国宣太后芈月在临死时,曾想过让自己的私通对象,朝中大臣为丑夫,为自己殉葬,魏国的贵族陈子车和陈前夕,两人在史书中也都留下了和殉葬有关的奇闻一事,当时的思想家墨子和荀子,对于这种残酷的做法,都秉持着严厉批判的态度,荀子完全同意墨子的说法,他的批判在荀子,理论片中有所体现, 他认为把给死人的陪葬品削减到最少,从而能够增加给活人的花费,这是莫子之道,反之,降低活人的花费而增加死人的陪葬品则是糊涂,尤其是故意杀死生者陪葬,则完全应该被称为凶残,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并非王侯将相,然而他们振聋发聩,超越时代的批判,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残酷习俗, 只不过,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崩溃没落,民间也对人训,尤其是活训,产生了非常不满的情绪,例如前文中我们提到过的,在公元前621年,秦穆公死后,用177人为自己陪葬后,秦国的平民们做出了黄鸟一时来表达自己的愤懑, 他们说,秦穆公死了还要带走一百多好男儿,然而这样做哪怕是能让他死而复生,那也算这些人死得有价值,只为陪葬,不过让这些勇士白白葬送性命而已, 全诗分为三章,每一章的最后都在重复质问秦穆公,为什么要让他们枉死啊? 黄鸟的悲鸣一声压过一声,百姓对闲人的哀悼之情和对暴君的怒火愈发激烈,当时百姓已经开始觉醒了朦胧的人权意识,正如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孝天先生所说, 这首诗正是他们思想价值所在之处,值得一提的是,被黑了几千年的秦始皇,并不用主张用活人陪葬,只是他的儿子很快反其道而行之,为一己之私,杀掉了很多人, 在秦始皇死后,秦二世胡亥操办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宏伟的殉葬典仪,除了参与修建始皇陵的七十万民间工匠和始皇帝的后宫妃子, 秦二世甚至为了排除异己,将自己的二十多个兄弟姐妹也一同封入了始皇陵地,为秦始皇陪葬, 汉代到宋代期间,人际制度逐渐走了下佛路, 然而,到了元朝,由于游牧民族的习俗落后于中原,殉葬制度又一次被当时的贵族所使用,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大部分制度,从君王到权贵殉葬制度正是死灰复燃, 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所有妃子都赐死,为自己陪葬, 而明成祖朱弟的陪葬阵容也不可谓不惊人, 足足生杀了十六位妃子,明英宗朱祁镇的生母孙皇后, 就差点为自己的丈夫明宣宗朱瞻基殉葬,朱祁镇差点就成了父母双亡的故, 后来,他在土木宝之变被瓦剌人俘虏后, 使妻子前皇后倒数张罗,自掏腰包,才就回了他, 而前皇后也为对丈夫思念,担忧过度,导致落下了病根, 一条腿残疾了,两只眼睛都瞎了,实在是令人动容, 因此朱祁镇在临终时,下令废除殉葬制度, 让没有子嗣的前皇后得以自保, 清朝初年,殉葬制度又一次被搬上了台面, 到了1673年,一位非常厌恶残酷血腥的殉葬康熙终于下令, 永远废除人训,至此残害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人训, 终于不再围惑人间, 殉难者可以简单划分为被动殉葬和主动殉葬, 人训的野蛮程度不只在他对生命残忍的践踏, 而同样在于对人性的训换, 虽然我们在现代社会看有些骇人听闻, 在这样一个吃人的社会而如木染的影响之下, 有不少的陪葬者并非被动殉葬, 而是主动自杀从死, 比如相较于被迫自杀的努尔哈赤大飞, 他的四个宫女自愿为了他赴死, 在古代能为地位崇高的人殉难是一种地位和荣耀的象征, 主动殉葬的, 可以选择自己结束生命, 也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, 而被动殉葬者就没有那么体面的命运了, 他们大部分都是被秘密处死的, 只是处死人的方法并不单一, 明成祖朱棣死后, 负责操办葬礼的官员, 准备了最后的一餐美食, 这殉人们能够做个饱死的鬼, 最后这些人都要上吊而死, 这也不是朱棣的首创, 而是流传下来的俗称催命犯的一种规矩, 身份高一些的官员和嫔妃, 会有专人将美食送到他们的房间, 等待他们吃完后从容服毒, 再将人抬到坟墓, 而那些身份低的训人, 只能集中就餐, 吃饭的屋子里就挂着一条条白领, 而白领下就是一排排矮凳, 让官者无不心惊胆战, 尽管这最后一顿餐食由皇宫内的御膳房料理, 种类繁多五花八门, 但吃完就要死了, 恐怕谁也无法吃得开心, 除了吊死殉葬者, 将这些人毒杀也是一种惯常的方式, 据说朱元璋就是强迫自己的妃嫔们喝下了水淫, 而被水淫毒死的殉葬者, 其尸身能长久不服, 即使是历经多年后依然看起来和活人并无两意, 这些封建军而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关入墓穴, 任其哭嚎而无动于衷, 最后可死饿死或是氧气耗尽窒息而死, 除了像是前面提到过的秦二世, 将建造始皇陵墓的工匠活着封在陵中, 为秦始皇殉葬以外, 吴王和吕引诱百姓为其女儿殉葬的手段, 也足够令人发指, 吴岳春秋记载, 吴王和吕赏赐给女儿一条自己吃过一半认为美味的鱼, 而他的女儿则误以为这是自己失宠的象征, 对父亲有了怨气, 故而自杀, 和吕十分悲痛, 但又无可奈何, 人活着时无法享受的, 就要死后多多享受, 他在昌门外为女儿大修坟墓, 在平地中挖出一个又一个池子, 挖出来的土堆起来像是小山那么高, 他为女儿准备的食果, 都雕上了精美繁复的花纹, 另外还准备了各色金顶, 银尊, 珠宝等, 随女儿下葬, 到了女儿下葬的那天, 吴王特意让人准备了飞舞的白鹤, 一路吹奏着哀乐, 让无数好奇的老百姓一路跟着走, 到了目的地, 河里突然变脸, 令人将尾随而来的男女老少全都赶入地宫, 强行让这些人为自己的爱女殉葬, 这些百姓和吴王籍女儿无怨无仇, 但吴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内疚和重视, 就用大量无辜的人命来体现, 完全是子民如草芥, 当然, 殉葬制度并不是让殉人和牧主死在一起就行了, 在内蒙古的伊克昭蒙一金霍洛奇古墓内的考古发掘中, 专家们发现, 有的陪葬女性四肢存在被绳索捆绑住的痕迹, 有些女性训人则是侧着身子, 屈起膝盖, 脸朝着男性, 如果是自然死亡, 肯定无法完成既定的动作要求, 很明显, 他们是在死后像木偶一样摆弄成这样的, 另外, 1987年发现的河南浦阳西水坡45号目, 牧室的东面, 西面和北面三个不同的方向有三个开示, 里面各有一具小孩的尸骨, 朝向不一, 考古人员认为这三个小孩也是殉葬者, 是死后被活活摆成的那个形状, 在封建社会, 妇女的地位低下, 而在生前享受着万人跪拜的权贵们, 死后也想继续受下人的跪拜, 于是, 在权贵们死后, 生前曾经侍奉过他的下人们会被蒙上双眼, 挑断手筋脚筋, 被固定成跪拜的姿势, 朝向权贵, 更为恐怖的是, 有的殉葬者甚至会被活活定在墙上, 摆出敬拜的姿势, 而另一种殉葬的手法, 则是将人直接塞入棺材中, 保持着蜷缩的姿势, 永远的被牧主人踩在脚下, 在狭小的棺材内, 这类殉葬者连翻身都做不到, 基本上不是饿死就是因为无法呼吸被活活憋死在棺材中, 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, 这些殉葬者更是会在宾死带来的眩晕中, 和身边的人一起, 在经历过挣扎和绝望后, 痛苦的咽下最后一口气, 这就是古代吃人的殉葬制度, 尽管牧主人在生前靠着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他人之上, 并因此得到了一时的精神享受, 为少数人牺牲的殉葬者们, 却需要承受极大的精神折磨, 在绝望和痛苦之中, 结束自己悲惨而又短暂的一生, 感谢观看